来就来嘛 带什么东西啊 看到你们都没事 我已经什么都满足了 功大祖子镇的事 真是对不住先生了 事情的来由我已经清楚了 不能怪你和芷兰 坐吧 先生 好你可共匪三狗子 打祖司镇 打先生 你还有脸坐在这儿 老子 二狗子 放下 今天可当着先生的面 我瞒着你们俩把你们俩叫来 那就是想借着先生的生日夜 给你们俩做个和氏佬 和什么和 连先生都不放过 这样的吃匪就该搅 要不是你们白匪欺丫百姓 就不会有我们红军 不信你出去问问 看湘明是欢迎你们还是我们 好 走 去问 问个拦 这谁好谁坏 老百姓心里自然有一个暗撑 大头哥 你怎么老帮着他说话呀 这三狗子黄眼睛不认人 他认不认我不管 可我认你们俩是兄弟 今天可是先生六十大寿 你们两个小子要是再快搞 搞模搞样 就批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 先生 我正好有一件礼物忘带 我这就回去取 站住 你小子别给我动歪主意 你小子别给我动歪主意 忘了东西 让笑回去呢 你给我老老实实站着这 向借口回去搬救兵 没门 先生 您看我都忘了 我得跟一起来的兄弟交代一声 去去就来 三狗子 你小子别给我耍花花长嘴 住 既来之子安之 今天进了这个门 都是一家人 家和万事兴啊 全说 是 沈家琪先生 六十大寿 开始 杜尽 杰拳 兄弟在 相逢一笑 灭恩仇啊 看到你们今晚上同桌相聚 感触颇多 是啊 我也好久都没回家了 这在家的感觉 还真好 不是一家人 不及一家门哪 我这里啊 永远都是你们几个兄弟的家 常言道 家国一体 家姓 则国姓啊 先生说的有道理 这往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那咱们可 酒杯照端 这兄弟 还得照做 承若 你怎么一言不发 书老更多 人老话多 不管你们走了哪条道 吃谁家的饭 对你们三兄弟 我纵向一碗水端平 这 饭也吃了 酒也喝了 先生 下怀着身孕 不能久待 我们就先告辞了 等等 我这一辈子 历经坎坎坷 看破红尘 从不与人争高低 我人老了 无所谓了 但看到今天的你们 令我痛心疾受啊 全叔 你去把大门锁上 今天谁也不准离开 是 先生 我是个行物之人 说话直来直去 历朝历代 兄弟之间的故事 广为流传 情通手足京城合作 那便是一把 共同对外的利剑 反目成仇同事操葛 那将是一把 无比伤心之剑 看到你们好好的活着 我很高兴 今天 我就把 曹治的七部诗 写给你们 主斗燃斗起 斗在府中起 本是同根生 相见何太极 这后两句诗啊 我就写给你们兄弟三个 先生 我刚刚酒喝多了 去趟牢房 去吧 先生 我也去房子一下 程如 你等一下 先帮我把磨演好 你来 先生 待见了 大头哥 二罗子 后会有机 先生 先生 山虎 他翻枪跑了 三狗子 你给我站住 程如 二罗子 程 你给我回来